老杨到处说 做一个节目预告 2023年的8月23号 促暑 我们在东京时间的下午3点 北京时间的下午2点 我们邀请 在日本 以及海外华人社会 享有盛名的李小木 大家知道李小木 我看了 这个能录介绍 他是电影作家 当然有文章 他在各方面很活跃 他的人生故事也非常精彩 那么李小木最近在推特上 也跟日本当地的一些 华人的朋友 甚至是他很熟悉的 其他日本的朋友 有过一些言语上的一些冲突 我想邀请他来聊聊 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二个呢 聊聊日本华人社会的众生相 和面面观 来到日本嘛 总是要让大家多了解日本一点 日本的华人有100多万 那么各有各的活华 各有各的精彩 那么天花板的人物 我们也接触过 在通过自己的其他方面的努力 自己在日本的主流社会 会有自己的一石基地 也大有人在 李小木呢 我想 就应该有好多年的交往 我呢第一次到日本来 应该就 也就跟他有一个面对的企业 接人之前在凤凰卫视的时候 跟他也有过一些 打过照面打过招呼 很期待 那么他也很忙 那么希望在明天 他给我们的直播的 对话过程中 让我们呢 尽可能了解日本更多 敬请大家关注 我们明天下午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